南无阿弥陀佛 靖元师父你好 墨学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师父 念佛人灵命中的时候 对妻子儿女放不下 产生贪爱 障不障碍往生呢 南无阿弥陀佛 好 这个问题 跟我们之前所讲的 关于烦恼障不障碍念佛往生 那个专题一样 都属于净土法门当中 比较具有代表性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分几期专题来说 关于这个问题 我大致会从两个方面来讲 可能我还会增加一两点 那都是后话 总的方向 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方面 就我们的根基来谈这个问题 靠自己能不能做到心不颠倒 经文有没有要求我们做到心不颠倒 但是看阿弥陀经的经文 一文来看 经文说心不颠倒急得往生 一文解义 好像确实需要 好了 这下很多人就开始慌了 别说临终 做不到心不颠倒 就是平身 精气神 还比较足 做到专注都比较难啊 那更何况 临终 心力交瘁 做到心不颠倒 那岂不是难上加难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理解 认为临终的心不颠倒 是靠凡夫自己去做到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引进据点 讨论的一个专题 净土法门 是以旧度凡夫为本的法门 当机众 是我们这些未来世 也就是末法时代的凡老凡夫 龙树菩萨说念佛法门是一行道 祖师说他利门 那如果我们凡夫都做不到 那净土法门不就是华而不实 名义不符吗 对不对 可是净土三经所说的念佛法门 是释迦牟尼佛经口成说的 佛是不妄语者 不义语者 不狂语者 既然佛说的都是真的 那确实需要心不颠倒 可是佛也说以凡老凡夫为本呢 凡老凡夫 你又根本做不到心不颠倒 尤其还是在临终那种状态 平生 我们心力还比较强 我们都做不到心不颠倒 更何况在临终的时候 心力交瘁 浑神金石聚散 六神无主 三爱敬起 那就更不用说了 更加不可能做到 那佛这么说 不是自相矛盾吗 一方面告诉我们大家 念佛法门是以妄念 不能自制的凡夫为本 一方面又要求我们 临终要心不颠倒 急得往生 要求又拔高到我们凡夫 触摸不到的地步 不要说凡夫靠自己 做不到心不颠倒 你就是很多修行人 有功夫的人 临终也未必能做到 这等会我们再讲 那佛是智慧圆满的 他不可能自相矛盾呀 要错也肯定是我们理解错了 佛他不可能说错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回过头 再来想一想 心不颠倒 肯定有别的内涵 肯定是我们智慧不够 造成理解错误 把心不颠倒的因果关系 给搞错了 所以佛法很多问题 都可以用因果配对解析法来理解 很多问题 是我们把因果关系弄错了 所以才产生内心的恐惧 所以在古印度哲学当中 就把我们这类没有智慧 搞错因果关系的人 就打了个批语 什么批语呢 米和米虫的批语 比如米 如果放的时间长了 里面就会长出很多虫子 也就是所谓的米虫 那没有智慧的人 就会认为米是虫子的根源 他认为是米 创造了这些米虫 小孩子经常会这样想 甚至有时候大人 也觉得很奇怪 你像前几年有一些居士 供养了我一批大米 后来从米里 飞出很多很多米虫 很多虫子 那我就很奇怪 这些虫子 从哪里出来的呢 因为平时装米的口袋 都是扎住的 或者上面盖着盖子的 怎么会出来那么多虫子呢 我就很不理解 那么无知的人就认为 这些虫子 是米创造出来的 是从米里面生出来的 就好像我们认为 心不颠倒的因 是靠自己来做到 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靠自己 为什么阿弥陀佛 他发了一院 也就是灵中接引院 灵命中的时候 要来接引我们 他就是为了心不颠倒来的 所以心不颠倒的因 不是靠自己 是靠佛力来加持 我后面会引进据点来谈 就像米虫的来源 实际上如果稍微有一点科学常识 我们就知道 米并不是产生这些虫子的原因 而是因为有虫下了卵 这些卵吸取了米的营养 长大就变成了虫 后来从永的状态 转化成了飞虫的状态 也就是飞蛾 那我们心不颠倒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就跟这个米和米虫 这个批语差不多 我们以为心不颠倒要靠自己 就好像以为是米变成了米虫 其实不是的 心不颠倒并不是靠自己 很多人以为要靠自己 但是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生死面前 是多么脆弱的存在 所以我们靠自己 你根本不可能 临终保持心不颠倒 心不颠倒的因 是因为我们念佛 阿弥陀佛发愿 临终要现前加持安慰我们 也就是说我们专念佛的人 你命中的时候 将要命中 快要死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没有死 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 阿弥陀佛必定会出现在 我们念佛人的面前 为什么阿弥陀佛发愿 要现前接引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 也就是我们快死 将死之计 现前加持 令我们心不颠倒 心不杂乱的 跟随老佛爷 阿弥陀佛去往生 所以根源在佛那里 不是在我们这里 所以把因果关系配对清楚 这个问题又解决了 也不会产生法义之间 理解上对立的矛盾 那如果理解成靠自己 做到心不颠倒 就会使念佛法门 以凡夫为本的宗旨 就不能够得到沉溺 就像如果你认为 米虫是米变的 那吃米虫 难道就等于吃米吗 那如果你这样理解 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对不对 所以显然用因果关系 配对法来思维 其实这个问题就很容易 很简单的能够理解 所以第二点 我们就是引进句点 来说明专修念佛 仰靠佛力的念佛人 阿弥陀佛发愿说 临命忠实自来迎接 那又因为阿弥陀佛 现前迎接 加持令我们心不颠倒 心不杂乱的随佛往生 所以临终心不颠倒的因 不是靠自己 而是完全靠佛力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恐惧 阿弥陀佛不给我们保证了吗 无量书经讲一切恐惧为做大安 我们一切一切的恐惧 都来为我们做大安心的保证 所以阿弥陀佛他五节思维 花了五大节的时间 来思维我们凡夫如何去解脱 他早就思维到我们凡夫临终 是什么样子的了 所以我们认为有问题的地方 在阿弥陀佛那里早就给我们解决完了 所以一切问题之所以不安心 是不晓得阿弥陀佛有这样 绝对广大 无上 殊胜 不可思议的愿力和佛力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要讲的 那今晚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也就是就我们的根基来讲 靠自己 你一定不可能做到 心不颠倒 我们大家都是凡夫 凡夫的定义是什么 所谓爱妻爱子是凡 贪明贪力是夫 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定义 也就是说凡夫 都是执着妻子儿女 执着名利地位 所以凡夫如果靠自己 临终 你去做到心不颠倒 那是不大现实和可能的 尤其临终的时候 谁也不能预知当下的情况 反而善良说死源无量 每个人结束这一期生命的因缘 是无量的 谁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 对不对 尤其临终的时候 就像这位年友说的 他对妻子儿女产生贪爱 那是必然的 你临终前 你看到妻子儿女 你乃至听到妻子儿女的声音 都会让我们产生贪爱 因为凡夫就是眼根耳根最立 临终的时候 只要见到妻子儿女 必然会产生执着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大家都有五根 眼耳鼻舌身 有个麻烦的事情 就是说呢 总是要被外界的对象吸引 随时会对五种感官对象 也就是色 身 相 畏处 所吸引 我们眼睛看到 美丽的形体 色彩 你就兴奋了 身体就自动的生起各种化学 物理的反应 你像西方医学家 心理学家就研究这些问题 当眼睛与外界的种种色 接触的时候 跟颜色 形体 光 接触的时候 眼睛就没办法控制自己 要去追逐这些感官对象 眼睛有时候根本不服从我们理性的管束 根本不听我们的调遣 眼睛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你看到一点点光 一点点色 你就会不顾一切的扑上去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所以临终 一见到妻子儿女 乃至听到妻子儿女的声音 你就必然如此 产生情职 那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来说明我们凡夫眼根耳根最立 临终要靠自己做到心不颠倒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临终的时候 你必然会对妻子儿女 一些人事物产生执着 在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案例 哪怕再大的英雄 也是难过美人观 这些征服世界的帝王 最终败倒在十六群下 成为女色的牺牲品 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 印度有一个伟大的帝王 叫阿克巴大帝 你像有一部印度电影叫 Chorda Akbara 大家有时间可以找出来看一看 那翻译成中文就叫 阿克巴大帝 就是讲的这位君主 那阿克巴大帝呢 是蒙古人的后裔 摩尔王朝的这个皇帝 他们这个王朝的开创者 叫天穆尔 据传说是 成吉思汗的后裔 他们后来南下印度 占据德里后 就创建了摩尔王朝 阿克巴大帝呢 可谓是一代枭雄 你像我之前去印度朝圣 到德里的时候 就曾看到红宝 这个就是摩尔王朝的王宫 非常的雄伟 非常的坚固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 摩尔王朝的强大 如果再去德里附近的阿格拉 你就可以看到太极林 看到阿格拉堡 那是阿克巴大帝亲自建的城堡 太极林 当然是美轮美奂的 不可思议的一个建筑 阿克巴大帝呢 是非常强大的一位君主 他是伊斯兰教徒 是一个苏菲的爱好者 他其实不光对伊斯兰教感兴趣 他对其他很多不同的宗教也很喜欢 甚至包括印度的一些宗教 各种教派 他都很感兴趣 他有时候让所有这些教派的人 这些大师出来 到他的皇宫 阿格拉堡里去展开辩论 他也在旁边听 听了好多年以后 他居然发明了自己一套教义 自立为一代教主了 阿格巴一方面武功赫赫 一方面好像又绝顶聪明 还能自创一派宗教 似乎非常了不起 不可一世了 但实际上他到了晚年 有一个很大的烦恼 什么烦恼呢 他觉得 虽然说自己这么强大 立下这么多的功劳 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始终没有克服 这个弱点是什么呢 他比较喜欢美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阿格巴作为一代雄主 中亚的霸主 他的身边可以说美女如云 而且不光是有印度的公主 还有波斯的公主 阿拉伯的公主 甚至据说还有西班牙的公主 身边可以说三宫六院 美色如云 到晚年的时候 他开始意识到 成立于美色并不是好事情 贪恋美色 对身心伤害很大 所以他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他又无法克制自己这种对美色的贪恋 他一看到这些阿拉伯美女 印度美女 就又无法控制了 所以他觉得自己很烦恼 觉得我修炼这么多年都一代教主了 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眼睛一看到这些美女就开始冲动 所以他有点小烦恼 那么他就去问他的宰相 这个宰相是一个智者 阿克巴把情况就跟他说了一下 我现在年纪大了 但始终还是被我的色欲所困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 我的眼睛只要一看到美色 就停不下来了 而且我的眼睛 总是总是渴望看到美女 如果几天看不到美女 我就觉得失落 我觉得很奇怪 按道理说 人年纪大了 他的色欲应该减退 应该比较能够清心寡欲一点 但是为什么我控制不了 那么这个宰相 听了阿克巴大帝的 这个讲述 就哈哈大笑 就跟阿克巴大帝就说了 王帝呀 其实并非如此 一个人的色欲 并不会因为年纪大而减退的 只要这个人有眼睛 他能够看到美女 他就自动会受到吸引 阿克巴听宰相这么说 很不以为然 就说了 我不相信 人年龄大了 肯定这方面的欲望会减退 我不相信你这个说法 你肯定说错了 这个宰相就说 好 皇帝呀 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见一个人 你去问他 你就能得到答案 但是你明天要带上你的公主 我们一起去 我希望公主也能在场 所以当时阿克巴大帝就同意了 说既然有这么厉害的人物 我们要去见一见 第二天 他就带着他的公主 一个美丽的少女 跟宰相一起出发了 宰相就带他们 就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 就类似一个诊所 他们进去以后 见到了一个垂死的老人 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眼皮都抬不起来 也就是眼睛都闭上了 身体都动不了了 长了白头发 白胡子 非常老 然后宰相就带着阿克巴和公主进去 他们到了老人的床前 然后宰相就跟老人说 我们的阿克巴大帝来看你了 那老人眼皮都没抬起来 一动不动 跟没听到一样 可能是昏迷过去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宰相又大声喊道 我们的公主来看你了 然后大家就看到 垂死老人又慢慢睁开眼睛 接着眼睛越睁越大 死死盯着面前的公主 公主确实非常漂亮 这个老人死盯着不放 看着看着 老人头一歪就死了 但是他的眼睛始终睁着 那阿克巴大帝看到这个景象 突然顿悟了 他就回过头去对他的宰相说 我现在懂了 眼睛的这种想要看美色的冲动 是多么根深蒂固 现在我懂了 色欲并不会因为这个年纪的增长而减退 相反 只要眼睛看到一个美丽的形体 或者执着的人事物 自然就会开始反应 你像我们人一般都是睁着眼睛走的 为什么 就是执着亲人呢 就像这位老人一样 那这是一个小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的眼睛 就是我们的五根之一 眼睛是有多么的固执 始终在寻找执着的人事物 眼睛的感官对象 就是五成里的色 眼和色是无法分开的 所以眼睛永远渴求与色相遇 那这个色就是像 也就是对外境的执着 所以我们凡夫临终 尤其妻子儿女 一般都会在旁边侍奉着 临终死苦来逼 一般都会产生霍灵的现象 也就是抓空啊 你们大家可以去观察 一般人临终 这个两只手就会往上抓 眼睛真的大大的 大家应该也都见过 那这种现象叫霍灵现象 这种现象 就是临终对妻子儿女 名利地位产生执着挂爱 放不下的表现 所以凡夫临终都是这种现象 其实是很正常的 就像这个老人一样 很正常 他只要看到 这个妻子儿女 他必然会产生执着 那耳朵也是一样 耳朵时时刻刻 都希望能够听到美好的声音 能够听到亲切的声音 听到音乐 听到异性的声音 或者说我们所爱的人的声音 声音对于耳朵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耳朵这个感觉器官特别的强大 甚至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耳朵都不会停止运作的 它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你闭上眼睛 我们眼睛的作用就停止了 对不对 但是耳朵不一样 耳朵其实在睡觉的时候 还是在起作用 还是在一个警醒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听到有声音 就能把我们唤醒 这是因为耳朵始终处于一种待机状态 所以耳朵的功能特别强大 但同时也说明耳朵特别危险 因为什么 由于耳朵很容易被外界的声音所俘获 举个例子来说 你像在印度啊 那猎人想要捕获鹿 鹿是很难抓获的 野鹿难擒呢 因为鹿奔跑的速度非常快 通常人甚至用剑 你都无法射中它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它非常的敏捷 它跑起来是左右这样窜的 大家看过动物世界 应该都看过吧 你看到鹿它跑左右窜 跳得很快 很难捕捉它 那印度的猎人 有一个传统的猎鹿方法 用一种笛子叫鹿笛 当这个鹿一听到这种笛音 听到这种美妙的声音 它就受到诱惑了 它就慢慢的会走进猎人部下的陷阱 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色彩 我们还只有看到了 在我们眼前我们才注意 但是声音可以在很远 甚至会长久留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所以声音的诱惑也是很大的 比如在印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像有一个瑜伽师叫瓦西斯塔 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瑜伽师 据说他苦修了上百年 在喜马拉雅山上打坐苦修 他的苦修之力非常强大 连天神都能够感受到 他修炼瑜伽的力量 那天地因陀罗 听说这个瑜伽师有这么强大的神通 就开始有点担心了 因为瑜伽师如果一旦足够强大的话 就会威胁到他的地位 那么英陀罗就设了个计 就派出了他手下的一个天女 就是非天女 天女受到指派以后 就下凡来到了喜马拉雅山 找到了瓦西斯塔修行的地方 那么当时瓦西斯塔正在闭目明思 已经进入一种深深的禅定的状态 他眼睛都闭着 没办法看到天女 后来这个天女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我们看敦煌壁画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非天女 她脚上都带着脚铃 手上有手镯 她开始绕着这个瑜伽师跳舞 轻轻地旋转跳舞 那么在跳舞的时候 这些脚铃 手镯 就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 就如同鲜乐一样悦耳 那瑜伽师听到这个声音 就从禅定当中醒过来了 这个声音是如此的美妙 要知道我们的耳朵在睡觉状态 都是待机的 所以瑜伽师的耳朵就捕捉到了 这个美妙的声音 她就惊醒过来了 也就是从禅定当中就出来了 她一出来以后不得了 那首先就是睁开眼睛呢 就看到了天女绝美的容颜 绝世的风姿 那瑜伽师就无法自持了 她就犯错误了 从此就结束了她的修行 结束了苦修 那这个天女呢叫 梅拉卡 这个故事在印度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后来就被编成了一个戏剧 叫沙公大龙 大家也可以找出来看一下 那我讲这两个故事 这两个案例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 看到妻子儿女 或者你一听到妻子儿女的声音 你必然会产生执着 你即使像瓦西斯塔 这样有修行的人 他也会干什么 产生执着 那一旦产生执着 那不就完蛋了吗 可是净土法门以凡夫为本呢 你像瓦西斯塔这样有修行的人都做不到 那更何况我们凡夫呢 那释迦牟尼佛说 就是为了救度我们这些五着恶事凡夫 而说的念佛法门 那我们这些凡夫临终的时候 你必然产生执着胎 那怎么往生呢 而且往生要心不颠倒 麻烦了 还是死翘翘 念佛法门难道就是虚设摆设吗 滑而不实吗 不是这样的哈 是我们对阿弥陀经所讲的心不颠倒 就是理解上 这个因果关系配对上 产生了错误 所以我们好好理解 阿弥陀经当中所说的心不颠倒 下面我就引用经典 以及祖师的法语来说明 这个心不颠倒 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 阿弥陀经玄藏大师的原意本 也就是称赞净土佛摄受经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部经呢 因为纠摩罗什大师 他翻译阿弥陀经 他采用的是意义法 所以他翻译手法就比较简略 比如原文的梵文本 可能讲十方诸佛正成 但是纠摩罗什大师 他知道情人好略 所以就把十方佛翻译成六方佛 那玄藏大师呢 他是完全按照范文本 一字不差的给他翻译过来 所以他是直译 直译法 那么直译法有个好处就是 他是完全按照经文嘛 就相对于来说 就比较好理解一些 比如说这段 这个网声音的经文 那么玄藏大师所翻译的 就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理解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啊 舍利子若有尽性 诸善男子或善女人 那这个尽性呢 就是一点也不掺杂 也就是明信佛制 百分之百的相信这句名号 是往生极乐世界唯一的 全部依靠 也就是信受弥陀救度 专称弥陀名号的念佛人 就是尽性诸善男子善女人 德文如是无量受佛 无量无辩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那这句名号就是万德喉名 这句名号当中 就圆满具足了 十方众生往生成佛的 一切功德 好接下来说 极乐世界功德庄严 也就是善男子善女人 那听闻到了 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是阿弥陀佛的真实功德而起 文以思维 若一日夜 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 纪念不乱 弥陀经的另一个译本 也就是罗什大师的译本 翻译为一心不乱 那这里是纪念不乱 纪念 纪就是纪携带的 纪的意思是一样的 纪携带大家都知道 纪就是绑 把我们绑在佛号上 也就是不杂乱 也就是平时是或一或二 你有多少时间 你就把心安住在名号上 安住在极乐世界 这一世人生的目的 就是要去极乐世界的 不会改变 这叫纪念不乱 那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 临命中的时候 无量受佛 与其无量身闻弟子 菩萨慎重 前后围绕 来行者前 慈悲加油 宁心不乱 这八个字 大家要牢牢的记在心里面 我们来解读一下 那由于我们大家都是凡夫 凡夫临终的时候 必然会产生 称恨心 或者是态心 或者出现自己的身体 不做足 六个意识 坏散 那在这个时候呢 在念佛的人 就会出现一种近况 什么近况呢 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 他就会现前 阿弥陀佛一来 佛光一照 行者的心 马上会倾向阿弥陀佛 主动的就把注意力 转到了阿弥陀佛身上 自然不会对这个世间 还贪爱不舍 所以这就是令心不乱 令心不乱 它是一个使令动词 也就是说呢 这个心不乱不是靠自己 是某样事情 令我们做到心不乱 也就是阿弥陀佛的佛身 令我们心不乱 那平时我们看不见 阿弥陀佛的时候 全部的注意力 是在这个世间 那到了临终的时候 一旦看见佛了 佛的庄严向好 就把我们的心 射受住了 另一心不乱 就是阿弥陀佛 使我们不乱的 我们自己是没有 这个水平的 虽然没有这个水平 但是佛来了 你自自然然的 就达到了一心不乱 就像一个饥寒交迫的人 饿了好几天 哆哆嗦嗦的 躲在黑暗的角落 突然有一个人给他的身边 放了一台电暖器 当他感觉到温度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靠近电暖器 靠近温暖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叫要死的人 面对恐惧不安的境界 身体痛苦 心理恐惧 当佛身出现 自然感觉非常的安心 非常的舒适 自然会投向佛那里 所以这是一种本能 即使太爱妻子儿女 你在那个时候 也很容易就放下了 即舍命 这个时候我们心不乱 就会投向阿弥陀佛 世间的这条命就扔掉了 当下舍命 这个时候当下命中了 就随佛慎重 就往生到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亲近佛土 所以这是阿弥陀经 玄奘大师的义本 称赞净土 佛射寿经 那这里特别要注意八个字 慈悲加幼 令心不乱 也就是佛的力量 使我们不乱的 靠我们自己 当然做不到 那经文所讲的心不颠倒 他也根本不是靠 我们自己来心不颠倒 是靠佛来慈悲加幼 放光加持 令我们心不颠倒 心不杂乱 所以心不颠倒这件事情 是佛来替我们办 不是我们靠自己 所以这才是经文的意思 讲个故事 让大家理解 这个故事也是古印度哲学当中 一个比较有名的故事 讲的是有一个小孩叫杜华 这个杜华 就说他是人类十足的孩子 他的父亲叫魔卢 人类的十足 那这个魔卢有两个孩子 一个就是杜华 还有一个是杜华的弟弟 他们两个虽然是兄弟 却是同父异母 杜华的母亲其实是皇后 但已经被魔卢冷落 不受重视 打入冷宫了 而受宠的是杜华弟弟的母亲 那有一次 杜华的弟弟就爬到了父亲的膝盖上 他父亲特别慈爱的去跟他玩 那杜华看了以后 他也想爬到父亲的膝盖上 也想得到父亲的爱 那么他试着爬到父亲膝盖上的时候 杜华的那个后母就出来说话了 他说啊 你是那个贱人生的 没有资格爬到你父亲的膝盖上玩 你要想拿到这个位置 你得在我的肚子里偷生一次 你才有资格 就是给杜华一个极大的羞辱 所以杜华一听 被羞辱以后 他这个小孩子虽然是孩子呀 但是他出生在差地利种姓呀 所以特别要强 特别激情的那种 所以回到家就痛哭流涕 到他妈那里诉苦 说我们怎么被羞辱成这个样子 我们居然这么低贱 父亲都不认我 所以他就问母亲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他母亲就说了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已经被冷落 我无法改变你父亲的心意 只有一个人能帮你 谁呢 就是纳罗掩纳 纳罗掩纳是谁 就是一位神 神灵 他说只有纳罗掩纳能帮你 那杜华就说了 纳罗掩纳在哪里 我要去找他 母亲就说 纳罗掩纳在森林里 所以杜华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 只有八岁 他说那我就要去 我要去找这个纳罗掩纳 所以当时就离家出走了 他到森林里去寻找 漫无目的的寻找 最后在森林里 遇到了一位先生 叫纳罗陀 纳罗陀是天神的导师 也就是天师 纳罗陀碰到他以后 就教了他一个咒 据说呢 杜华得到这个咒以后 就开始疯狂的修炼 在三个月之内 就获得了巨大的神通 获得神通了 因为他的神力是如此巨大 连天神都畏惧了 然后纳罗掩纳就亲自下来了 到这个孩子面前 就说了 我要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这个孩子见到纳罗掩纳以后 突然他的心念全都转变了 他所有的仇恨 所有的嫉妒 所有的欲望 全都消除了 他就跟纳罗掩纳说 我见到你以后就觉悟了 我知道我以前 所有那些欲求 其实都是空的 虚幻的 我以前 只想要一堆玻璃渣 但是当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已经得到了无价的宝石 你看这个杜华 本来恨意占据了他的内心 但他见到他心中崇拜的神灵之后 他自然就放下了仇恨 同样 我们现在贪嗔痴 对妻子儿女的贪爱 占据了我们的内心 但只要我们老实念佛 一向专念 不改变 不杂心杂修 在临终将死之际 自然阿弥陀佛陷在我们的面前 等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那一刹烂 阿弥陀佛的光明 一照出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看到阿弥陀佛显露的慈容 我们内心所有的胎 当下就放下了 就没有了 当下命中 当下往生 所以完全靠佛力加持 不是靠自己 你靠自己 你就是修行的圣人 都可能做不到心不颠倒 所以我们临终的时候 只要一见到阿弥陀佛 你自然就放下了 就像杜华 他见到了 这个拉罗也纳 他当下这个所有的仇恨 嫉妒 欲望全部都消除了 所以就引用这个典故 告诉大家 我们专念佛的人 临终一定会赶佛现前 那佛现前 一定会加持 令我们心 不砸乱 不颠倒 所以这是靠佛力 来加持的 不是靠我们自己 那我们专念佛的人 临终阿弥陀佛必定现前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 愿力 保证 好 那我们下节课 我们继续引经据点 以及结合观经当中 韦迪西夫人的心路历程 我们通过教理和故事 帮大家好好理解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精彩内容都在后面 好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就讲到这里 拿摩阿弥陀佛 感恩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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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